《張宇峰》 《演唱會夢》 因為我自己拍這部戲的時候 最大的得著就是 我跟李淳講的對白 給你一個機會自己 為甚麼呢 因為拍手過程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人帶著手痕 会下去 这个是他唯一生存的理由 其实都挺痛苦的 希望能够将王陶 即是刘雅瑟 将他截磨 以为这样可以补复到 其实大家都痛苦的 这个就是我自己在这个人里面的得着 我自己觉得 因为其实过去我自己的角色 其实也有少少这件事 但是没那么强烈 但是这次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强烈 还有我自己觉得 我都会问自己 究竟如果我给王林家栋本人 就是我自己有没有遗憾在内心里面 或者我自己有没有一些叫做 曾经做错过的事情 放在心底里面 而不敢面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真的没有 是不是心里面有个魔怪 我承认我有的 我承认我有先 那就是说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愿意去面对这件事 那变成我越怕就越有共灵了 对这个人 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先用暴力去释放 就是不鼓励这件事 但是确实是有这个共灵在我心里面的 是 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题 看这件事 或者有什么想问 很简单 浸不浸就没有了 但是今天是用偏灰的色调去处理的时候 就是说感受到神像都没有什么用 其实是很无助的 是吧 这些垃圾很多色彩都生存过的 这些垃圾是吧 但是他今天被违离去了的时候 他的色彩又没有了 但是这帮演员 就是这帮角色在内心里面的时候 这帮演员都是这么木座的 在那个裙局里面 但是 我相信 不知道你们看到的时候 是很硬的 是很木座的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吗 但是如果看彩色呢 我告诉你们 我肯定你们会吐了 因为我演员拍的时候 我看到那些颜色 我自己都会吐的 有时候看到 看似很鲜艳 但是你听到那些真的 那些污英啊 那些声音啊 那些污水滴下 那整件事呢 就觉得是两种东西来的 所以我就说 你看黑白版的时候 你觉得是很木座 但是你看彩色版的时候 你会觉得是 官能上可能是 如果喜欢比较 厉害的人 那看彩色就可能有不同的反应 是完全是两种东西来的 那我都现在和剪影公司讲的 希望可以做一个彩色版出来 真的很想 因为我知道隧道 就是我们的导演 陈寶瑞 他都好像在尝试着 争取着做这件事 希望将来有一个彩色版面世 跟大家见面 嗯 啊 斩哥不好意思问多个问题 是 呃 你在延 你叫我家庭就行了 我现在不是斩哥 我 斩哥太恶了 太痛苦了 我想问呢 你在电房出来的时候呢 不是打刘亚瑟的 是 那那里是不是 你NG了多少次 是否真的增加下去 其实如果用10颗星去比 我用了3颗星去打的 为什么呢 导演就不喜欢设计 就是不是有武术指导的 绝对没有的 但是我必须要赞亚瑟 她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大家我们也很配合 导演只是说了一件事 那个镜头就这么阔了 就是可能由这里到这里 你那个镜头就这么炸了 你们之后发挥了 是真气的 那你就不停在那里追着她打 打她回头 那她就很聪明的 一去到这里她就回头了 那你就又追她打 又打 那你就看到整件事呢 在镜头底下走不掉 那其实我们就拍了两剧而已 那就是源于大家对导演的信任 也都是对 多谢 就是 也都是对 劳亚新 我们互相的信任 能够做到这场戏 那你见到 所以就是 我们用3颗星的力量去打她 就是都不用10颗星 就是打死人 是吧 但是出来的效果是 我自己也喜欢 因为我现在发觉 现在有两种处理的嘛 有些人看动作便影就是 通过招式 是吧 通过剪接 是吧 但是这次你见到呢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尝试 用死力 用自然 就是我们叫做烂仔架 没得设计的 就是等于你看 最后二汶方天台那些 你其实是没得度的 有一个书呢 就是 全日博之 那个日本演员 他回头晕晕走出来的嘛 其实是因为我的死力 撞到他的鼻 那个short是真实的 其实因为 他把我的头 拉到垃圾桶里 推下去嘛 然后我一下子 我这么高 就爆了他的鼻 那他回头的时候要暈一暈 那通常 我们就 都很专业啦 因为导演不在卡尼特继续做 那我唯有继续做 那效果 就是 很无奈 就是用一个那么痛苦的 换了一个那么好的效果 那这个很划法的 因为有时我们都 想很安全的情况下做 但是有时偏偏就是 未必太安全了 就是等于你看到我拿刀 我们只有三个位 链在这里 这块刀在这里 这块链在这里 这块链在这么长 机器在这里这么阔 OK 你们自己走了 那他一路不叫咳 一路不叫咳 一路不叫咳 我们一路做 一路做 你越不叫咳 我们就越做越多 其实导演是要什么 不是要头个 头个十五秒 他要后面的四十五秒 因为我们自己都开始急 为什么还不叫咳 那做多一点 做到叫咳为止 越做越多 其实他就是要那个 那有时那个效果就是这样 而这个电影我觉得 并非是意识不良 纯粹说是气氛 观感上 让人辛苦一点 但是也有反思的地方的时候 我觉得需要跟大家说一声 多谢 也要多谢你们的鼓励 和支持 这个 我小时候有看过你的作品 你可以不用说小时候的 有看你和 刚才日本演员 持络博之叶敏 一集的时候 他是做日本军官 你是做翻译先生 没错 其实十年人士 那时候我们在上海 盛强那个拍摄机里 和他一起拍的 那我们这次重遇 大家都很开心 因为 当时就是说一些 偏向历史消息的东西 但是这次 不是从事一个 通过一个 叫雷米的消息去改编 但是我最开心的 就是 有人性的故事 因为我自己拍的 都是 喜欢有人性的故事 不是单纯娱乐 或者不是单纯卖惨 因为一定要让观众 离开戏演的时候 是有事情想才是最好的 是吧 如果不是就好像 纯粹娱乐 我自己都不是很 觉得好像 不当满足 就算演的方面 不要说看了 基本上我这次 能够跟草莱博之也好 雅琛也好 尾醇也好 大家都很享受这件事 所以你看到 各个都很耐力的 就是由演出 到动作 情感上 都是比较丰富 我觉得这次是 那我有个问题 因为看到 取景上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 过往的港产片 相对取景上 是不会找到那麽深入的地方 例如土巴华 或者我见到很多是 一些 可能大家香港人 都未必会去的地方 是 那麽那麽独特的地方 我反而觉得 可以在这部电影上展示出来 是 又可以参加欧洲的影展 是 给世界各地的人看到 我觉得是非常之好 就是我很感受 就是工作人员 可以将这些东西发挥 另外我看到 其实拍摄的环境 一定很恶劣 所以就想问 有没有那些很难忘 或者有一个最难忘的回忆 可能是一些抗难 或者一些意外 或者一些 你没有想过发生的事情 可能要处理 就是在那麽惡劣的拍摄环境 有没有那些很难忘 基本上我一签了一份 都没想过会那麽惡劣 我说真的 我不是说笑 当时是8月份 你见过我穿的衣服是什麽衣服 勇的衣服 很厚的衣服 勇的胎 全部都是很恶劣 其实我觉得这个体能上我可以接受到的 但是我觉得最印象最深 就是我刚刚第一天拍我们 就是拍大家看的第三场 就是我追黄涛在斜路追逐那一场戏 因为你要把那个仇恨带出来 你用那个动作去展验 不一定是有很多反应 就是小丁眼神 就是由你开车开始 对这个人的行李慢慢慢慢逼出来 给公众感受到 那里拍了三年的时候 真是大家都是 有一种瘦 琴瘦的瘦 野瘦的瘦 那种感觉出了来 因为你必须要将它是 压倒去宣洩 那个过程让我很快地进入往后的状态 因为这个就是导演和摄影师的功力帮了我们 因为你这样跑 你也是最多 双波罗过去 向上跑 我们这样跑 斜着这样跑 那个压力就很大 而且那些防抹山真的很利 就是我们试过戒爆几套那些藏交手套 一拖就化 一拖就化 那变得很危险 但是危险也不重要 反而我自己 最难忘也是 现实呢 逼了我少了林家冬的瘦性出来 真的 因为这个演出的时候 当你进入了状态 你相信这件事 相信对手 相信人 这个时候 你是完全用那个人去行事 用那个人去感受 所以 这个是 如果一种难忘 我们就不再说一般 我们尝试玩 有点辛苦 那些不说 那些很小事 反而情感上 情绪上的 是什么 要反正我问自己 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失去自己 有时我们是建构自己 通过去拍戏 我就是通过拍戏 去找角色 去建构我 我可能家冬是什么 其实是这样 我们今天来这里 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其实 可能 白禄会 白禄会短线 有赠券给大家 哈哈 更开心 因为今天是白禄会短 已经开了25周年 今天是20周年 所以 很想在今天 和大家 拍戏的时候 是啊 送给江先生 哈哈 因为大家有没有看 梅艳芳 是啊 没有传播 是啊 我都要帮他宣传一下 是 是 因为江先生 大家看到他都很出力去宣传 去支持 香港电影 我觉得这里也要说声 有没有六个音吗 哈哈 要给江先生听 不是啊 不支持我拍戏 谢谢江先生 哈哈 其实多谢 因为我知道 白禄会员线呢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自己就知道 那些观众是 被连有要求 哈哈 我说真的 其实我这里呢 这些手组都很识我 因为呢 通常 我早上有时 很早起床 睡不着呢 最初是看早场 真的啊 那么洗澡座后面都 全都敷了 原来很多很多很多人在那儿看早场 那我就整天 一早起床下 有时间 立即就 梳洗完之后就跑过来看电影 的机器跟江老板说 哈哈哈哈 恭喜 多谢大家 多谢 千万多给博乐部院 请多谢你们 多谢 多谢 好 我们这位置就拍一张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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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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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